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太极拳发扬光大的武术家 却为何被冠上偷拳之名 出手及剑红 异乡必成功 打遍京城的无敌手 却为何隐姓埋名当起了教书先生 复经教拳非相声介绍 而是为了躲避官司 历史上的不败传说 却又为何死因凄惨至极 这位武林大师身上究竟有多少争议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代宗师杨璐禅 杨璐禅 1799年出生于直立省广平府 也就是今日的河北省永年县 由于家境贫寒 年少时便在广平府的太和堂中药铺做同仆 当时时局不稳 太和堂的老板陈德胡为了安全起见 请了陈长兴来看家护院 而杨璐禅一生 最具争议点的舍命偷权便由此而来 这一说法可以从陈威明 以及杨振基的著述中得到答案 但更多的都出现在民间小说和传闻中 小说中的杨璐禅便身为富家子弟 拜访陈家沟被拒后 就伪装成哑巴 风餐露宿偷学陈长兴的技艺 受尽磨难 终于炼成惊人拳法 不过现实中并没有如此夸张 偷权之说不假 但事实是 陈长兴为陈德胡看家护院之时 借他家的院子教授族中子弟 杨璐禅自幼尚武 非常想拜陈长兴为师 学习武艺 但他怕陈长兴武功不外传 不肯收他为徒 因此迟迟不敢开口 可杨璐禅学艺心切 所以没等到陈长兴教弟子练功时 他就殷切地在一旁伺候 站在旁边观看他们练武 默默地记下一招一式 待到四下无人时才会暗自练习 这样偷失了一段时间 竟然也小有成就 不过杨璐禅此举 不久之后就被陈长兴发现了 但陈长兴见他有习武天赋 故而并没有责怪于他 而是收他为徒 教他学习太极拳 杨璐禅拜师陈长兴之后 通过多年的刻苦练习 学得了太极拳的精髓 当时他已经是四十岁的年纪了 学成之后为了谋生 他又回到了直立永年县 开设拳馆招收徒弟 由于他拳法精妙 乡里的很多高手都想同他切磋 但不幸的是 君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 杨璐禅的名声也就此起来了 找他鄙视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虽说武林切磋点到为止 但拳脚无眼 在一次比武过程中 杨璐禅由于失手伤人 吃了人命官司 为了躲避祸患 不得不逃往北京 来到北京后 杨璐禅先是在天意顺酱菜园 当起了教书先生 负责教导老板张四胖子的两个儿子 张老板家的酱菜从不外卖 专顾王府 因为和王府多有来往 所以他们关系非常熟络 甚至可以帮人到王府说情 可见其脸面之大 传说的不败之神 为何甘愿当教书先生呢 他又是如何重拾武艺 成为京城中最具圣名之人的呢 张老板家大业大 雇了二十多个会武术的家丁 帮他看家护院 平时杨璐禅看这些家丁舞刀弄枪 心里颇为向往 但他深知自己有官司在身 所以从不显露一朝办事 只老师本分地当一位教书先生 直到一次意外的发生 打破了这种安稳的环境 某天夜里 杨璐禅正在后乡屋休息 外面突然想起了打斗的声音 吵醒了杨璐禅 一向警觉的他立刻感到了不对劲 于是他起身拿起了 平日里所用的烟袋 到院子里查看情况 只见院子里有数人正在打斗 地上还有几个家丁被绳索捆了起来 这时有个家丁看到杨璐禅 连声叮嘱他不要上前 以免刀剑无眼 误伤了他 结果杨璐禅早已去到贼人身旁 轻轻拿烟袋一条 就把对方的刀给剥掉了 接着他又连点了几人 被点的这几人突然浑身一软 瞬间就被撂倒在地 随后杨璐禅解开了家丁身上的绳索 又让家丁将那几个贼人捆了 经过询问才得知 原来这些人与家丁有仇 今天是专门来报仇的 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 杨璐禅问这几个人 是要报官还是要私了 贼人深知杨璐禅的厉害 因此百般求饶 最后在杨璐禅的劝说下 双方言归于好 旧事也一笔勾销 家丁们也因此事羞愧难当 觉得难以再担当这份差事 于是第二天张四胖子醒来 就看到家丁纷纷向他请辞 听完昨晚的事情 张老板才知道 自己身边居然隐藏着一位武林高手 后来他并没有辞退这些家丁 而是让他们跟随杨璐禅习武练功 在杨璐禅教武不久后 他之前在乡里所伤之人的家属又找上了门 虽然杨璐禅几招就向对方打败了 但他还是怕连累张老板 提出了辞行 准备躲到别处去 张四胖子是个热心肠的人 他深知杨璐禅为人正直 因此就将他举荐给了端王载衣 端王早已听闻杨璐禅的太极拳厉害 自然愿意收下杨璐禅 此后他就留在了端王府中教端王武艺 后来端王见他武艺实在出众 便安排他做了齐军营武教头 由于当时的八旗官兵好义务劳 只知道贪图享乐 不思进取 因此体质非常差 吃不得一点苦头 杨璐禅见此情况 就把原本的拳术简化 创造了棉拳 棉拳传开之后 一些黄兴贵族也跟风来学 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素质 杨璐禅又在此基础上 进行了一系列改变 使太极拳尽量柔和易学 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得到了贵族们的极大推崇 杨璐禅名声大振 他的拳术也得以发扬光大 武林中的不败将军 将太极拳从民间武术变为国粹之一 杨璐禅到底有多厉害 此音竟为开膛破度 究竟是否属实 清末时期 武行中的争斗非常频繁 杨璐禅的名声打响后 不少武林高手都慕名前来与他比试 在多场比试中 除了董海川能与杨璐禅比个不分高下外 其余大小比试从未有过败迹 人送外号杨无敌 据说杨璐禅每次在擂台上与高手比试时 基本都是出手必见红 极其狠利 但又不得不让人佩服 就连光绪帝的老师 看过杨璐禅的武功之后 也不禁对其大家赞赏 自此他所创的杨氏太极拳名满天下 太极拳也从民间武术 变成了国民争相学习的国粹之一 虽然是不败传说杨无敌 但他的死因却让人很是唏嘘 据传闻称 杨璐禅竟然是被义和团破腹而死的 杨璐禅生活的年代一直处于战乱之中 社会动荡不安 农民起义运动比比皆是 义和团便是起义 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 战争屡屡失败 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而晚年时期的杨璐禅被安排当总教头 这也就是在为清政府工作 无论他内心怎么想 为清政府服务的事实也是无法掩饰的 因此农民起义时期 杨璐禅就被波及到了 被义和团捉到破腹而死 不过这种死法历史上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也没有任何记载到杨璐禅的死因 但我想杨璐禅这么厉害的人 应该不至于沦落到如此凄惨的下场 有人根据杨璐禅的年纪 猜测杨璐禅的死因应该是老死 毕竟他死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的高龄了 既然历史没有记录 任何说法都只能是猜测 此外杨璐禅逝世的时间 在历史上也存在争议 这就为寻找杨璐禅的死因增加了一丝难度 但不管杨璐禅的死因如何 他为太极拳做出的贡献不可否认 杨璐禅去世之后 他的儿子完全继承了父亲的太极拳功夫 并将杨氏太极拳继续发扬光大 直到传承了孙子杨成甫这一代 杨氏太极拳才算真正定型 总之杨璐禅身为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 在太极拳术上的造诣已是无人能敌 他的后辈也为太极拳的发展贡献出了巨大的力量 杨氏家族对于太极拳的传播功不可没 杨璐禅作为太极宗师也是当之无愧 好了 野化老故事 咱们到哪儿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